轻松一下带您来看看这个南投虎头山的美景观音圈 七彩的光芒闪耀在云雾缭绕的大自然当中 这圈圈正中央还有拍摄者的黑影 仿佛是否足显灵一般的样子呢 这摄影界俗称叫做观音圈 不过要看到这个现象必须有足够的水滴 反射光干扰才可以促成 也让目睹的民众直呼 这真的是大自然最特别的礼物 七彩光圈乍现在山栏中仿佛人间仙境 南投虎头山清晨云雾翻腾 还出现绝世美景 神奇的光芒维持半小时 搭配蓝天绿地令人心狂神怡 特殊的形状像极了佛祖献灵 被摄影界称为观音圈 谷里那边的特殊地形 它的条件非常充足 所以经常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基本上我一年的话 大概可以排六到七次 低海拔山区受到滞留风影响 累积不少水汽 清晨太阳公公露脸 喷地上空的水汽在太阳照射下 呈现七彩光圈 但想捕捉相同的景色 得要天时地利人和恰到好处 通常是在太阳阳角比较低的时候 水滴反射光之后产生互相干扰 产生这个七彩光彩 水滴反射光产生相互干扰 这时背对太阳低阳角拍摄 就能获得以观测者 印子为中心的光圈美照 这回出现观音圈 也让老早架起相机 守候的民众惊喜连连 直呼是大自然最棒的礼物 记者自无常男的报导